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还没有评上教授的男朋友 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研究生毕不了业的女朋友 顾云正 我今天我要不揍你 干什么 没事吧 你在这儿嚷嚷什么呀 何小光 你取吧我 材料准备得够详细 你处心机遇呢我是不是 我要是你 我现在就好好地自行 自己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些违背依德的事 你少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 你自己好好看一看 你输了 向苏维安道歉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们俩联合起来在背后搞鬼是吧 跟我玩狼狈一斤是不是 行 咱们走着情话 等着 你个疯子 你跟我来一下 谷云正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贺小光被匿名举报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看人家质量间提心吊胆的 生怕出什么闪失 我告诉你就不会有闪失了 我不说是因为贺小光离不离开华人 跟咱们的实验都没有关系 对 那这个呢 这个疫苗接种单怎么回事 刚刚好是你发热的那一天 好 维安 我刚刚占了两台大手术 我现在又累又饿 你待会儿陪我吃个饭呗 我两个小时之后 还要占一台大手术 两个小时候的手术是方明凡主道 你只是个更太知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 怎么这么知道 你赶紧给我说清楚 为什么突然去打疫苗 前一阵子医院不是疫情吗 我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 当然是要先保护好自己了 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患者 但是货乱疫苗有必要打吗 我觉得有必要 万一哪天我去园外了呢 万一当地是货乱高发区呢 我这是积极预防 我看你就是为了发烧 故意去打的疫苗 什么叫做故意啊 积极参与疫苗接种 这是每一个医护人员的 义务和使命 我看这是你丧心病狂 那你说我是为了谁 要不是你 每天二十四个小时待在实验室 不回家不吃饭不睡觉 我要是再不发个烧 谁知道你哪天能回家 谁知道你哪天能睡满六个小时 闹钟也是你关对吧 我就说那天闹钟明明定了 为什么不想 我只是找了一个自己比较空闲的时间 我哪知道那个疫苗对我反应那么大 这只能说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不希望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边 好了 实验结果不都出来了吗 咱们应该开心才对 那 咱们要约法三招 好 以后你有事不许瞒我 我不想因为任何事情吵架 这两天明明很想你 但都没有时间给你发消息 那以后咱们回到家 就像现在这样抱一抱 开启情侣模式 那这样吧 在医院干吗呢 好了 应该 stripped 我给你带她的一个消息 我去送他 一下子 一步 这一步 能分析吗 材料 做个人 我就可以分享 这是我还没有评上教授的男朋友 请大家多多关照 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研究生毕不了业的女朋友 大家不用关照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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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